一位機車騎士騎車沒戴安全帽 遭遠景燃茶 過程中他身上不斷散發出濃厚酒氣 而這名騎士疑似不斷拖時間 相當不配合 所有騎士朋友也前來關心 兩人還和警方在馬路上爆發口罩 事發在14號晚上6點多高雄大堯區鳳林山路 其實不斷說遠景太大聲讓他嚇到 而由於他拒絕酒廁當場被處理18萬元拔還 車廂也被已是保管並吊銷駕照 警方就強調將持續加強取締酒駕 保障用入人權益 也呼籲民眾別貪圖方便 心存找幸酒後上路